今天由我五立群 講解一下 神壇廟宇 風水 一般來說 神壇廟宇 是比較大有殺氣的 尤其是 四邊的角 你們都看到了 有些飛騰走秀 仙人 在一個角 守護著這些 神廟 下面這裏呢 有一個風鈴 是招一些 遊魂野鬼 來的 因為神壇廟宇 周不時有些眾經 超渡法事 這樣的情況 所以變了來說 風鈴就是容易招音的 所以我們一般家居 風水上 放風鈴要很小心 不是招到陰邪入屋 那就麻煩了